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单元是管理数学中线性规划 使用Excel来解题的一个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的话 主要是一个实作的一个部分 是刚开始的时候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是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线性规划的软体 那对于线性规划的一些问题的话 稍微复杂的题目 比较复杂的 我们可以使用用软体的方式来求解 有的时候会比较快 而且比较简单 那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要教各位同学的话 运用Excel 因为我们线性规划专业软体 Lingo 并不是每一位同学的话 都可能可以取得 所以我们在Excel的部分 也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用Excel来教同学 怎么样去解除复杂的 线性规划的问题 那么在态度的部分 同学的话呢 要是学会了这个Excel的线性规划的 使用软体的方式的话 我们也希望同学 面对的这个线性规划的问题的话呢 不要完全依赖软体 因为软体算出来的过程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有 拥有我们的首算的能力 搭配Excel 它的解答 然后我们来印证 那是最好的 在这个单元 教学大纲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大概的介绍一下 线性规划的软体 是什么 然后 实际上来说 我们要在我们电脑里面操作 用Excel来教我们怎么样 自我的学习这个叫做 线性规划的问题的话 我们要首先第一步 就是要先启动我们的增益级 因为 我们在安装这个Excel的时候 是不会把增益级全部都放进去的 那么我们要启动它了以后 才能够使用 那么我们在教各位同学 用Excel的话 来求解的时候 那个规则跟步骤怎么做 那 这个步骤之中的话 其实讲的过程之中 其实就是以实力的操作比较好 我们就拿 前面一个单元 的一个 使用单型法 做出来的一个答案的话 一模一样的题目 然后来验证 我们用Excel做出来的结果 那么我们先介绍的是 我们的专业软体 Lindle Lindle的话呢 Lindle的话呢 是它就是专门 就是一个线性规划的一个专业软体了 它为什么叫Lindle呢 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Linear Interactive and Discrete Optimizer 这个是要去做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最佳 最佳的 然后它是Discrete的 它是离散的 整体的这个规划 它这个可以非常方便的建模 而且它可以跟Excel的话呢 做连接 在Lindle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这个非线性规划的话 也可以做线性的 那么线性规划的这个部分 这个Lindle的这一部分 是Lindle的一个加强版 这个我们系里面 有这个软体 首先 我们要把Excel里面的增益集中的 线性规划的这个功能 我们要先把它叫出来 所以我们从Window的这个 这是Win8的界面 我们先进入的是Excel 那这一版是2013版的 我们先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我们开启一个空白的活跃步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工具列的这个地方 随便一个位置 我们按右键 右键了以后 这边就会有一个叫做 自定功能区的地方 我们先点下去 左键按下去 左键按下去 先从左边看 这边是增益集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叫醒 增益集里面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点增益集 点了增益集之后 我们在这里找 找一个叫做什么呢 找一个叫做 规划求解的增益集 有了 找到了 在这边 找到了以后 我们要按的是执行 执行 执行了以后 这边规划求解的增益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要打勾 然后按确定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出来了 因为等一下就要用到 好 那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 为了让各位同学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把刚才 就是我们在前一个单元 做过的一个一个例题 那个是利用单行法的方式的一个例题 那各位同学不妨回去看一下 那那个题目的那个答案的话 跟这里对照一下 那么那个那个是利用基本列运算 千辛万苦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试试看 我们采用Excel的方式来来做 怎么做 那么题目是这样子的 我们希望的是求的是 5X加3Y加Z的一个最大值 那么它的限制条件 是2X加4Y加Z 我现在大概列出来好了 在这个地方 我们列出来了 5X加3Y加Z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我们的限制条件 一共有四项 一项叫做2X加4Y加Z 小于等于8 一个是2X加2Y加2Z 小于等于10 还有2X加Y小于等于6 最后一个就是 通通都要大于等于0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我们来做的是 先把它的变数先列出来 这个地方限制条件 这个地方限制条件跟我的要求的目标函数 有三个变数 叫做XYZ 那我们就打XYZ好了 这边是XYZ 先打出来 这样同学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因为我习惯的是 把它放在至中 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好 我们这样子做 再放大一点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位置数 现在我们希望的它的最大值的发生的位置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就先设定为0 先设定为0 那么这个我们要怎么做 先做定义 因为等一下要正列运算 把这个三个框起来之后 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是名称的方块 我们先定义它为 值 叫做value V-A-L-U-E Enter 好 再过来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就是Maxima 那我们这边就打一个MAX好了 请问一下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谁最大呢 5X加3Y加Z 所以这个地方是5X加3Y加Z Z的话是一个Z 那这个的话呢 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定义是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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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 再下一步 我们就把限制条件打出去 限制条件 我们有几个呢 有三个 有三个 所以是 S Subject to ST ST 好 ST1 我们都一致好了 ST1是什么呢 题目是 X加2Y加2Z 后面小于等于10 我们先不要先不要理它 X加2Y加2Z 所以这边是1 2 2 这是第一个条件 现在我们把第二个条件列出去 现在我们把第二个条件列出去 2X加4Y 2X加4Y加Z 这个地方我改一下 这是2X加4Y加上EZ 我们的话按照顺序好了 2X加4Y加Z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先定义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是 ST1 我们就打一个 ST 这个地方的话呢 要底线 我们就用底线 不要 不要用 直接打 不然的话它会跑掉 它会以为是 格子 我们的话呢 取好名字以后 一个一个取名字 这是 第二个条件 这是 ST2 那这个地方 第二个条件是 X加2Y加2Z X在这边 加2Y 加2Z 那这个我们也要取名字 先取一下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 ST2 我们都准备好了以后 这样子 到时候的话呢 打起来会比较方便 这是第三个限制条件 第三个限制条件是 2X加Y 小于等于6 所以这边是2X加Y Y就是一个Y 那有没有Z呢 没有Z 所以的话呢 这边就是0 那么这边我们也要在 我们的 这个 呃 名称方块里面 我们就先记录 它是叫做 ST3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都有了名称方块了以后 现在 这个地方我们做准备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很小心的处理了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呃 极大值的发生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怎么写呢 这边是等于 那同学的话 一个步一步要仔细看 这等于 SUM 是总和 是哪一些总和呢 是 Value Value的话呢 要乘上 乘就是STAR 这个是 在8的上面的那个 乘上谁呢 乘上 Max 我们夸呼起来以后 那么 各位同学要 注意的是 我们这是因为 这是阵列的运算 我们刚刚定义了格子了 所以请同学的话呢 按住 Shift Ctrl 再来Enter 这边会得到一个0 当然会得到0 因为 每一个都是0 那么这边 这边我们也顺便算一下 可以作为 后面的验证 这等于 SUM 这个是 Value 乘上 这个是 ST 1 做完了之后 一样 它也是阵列运算 所以是 Shift Enter Shift Ctrl 再加上Enter 那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用的是 复制储存格的方式 那这个地方 我来改一下了 这边是ST 2 这边是ST 这样的话呢 稍微快一点 3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要算的是这个值 我们点下去 然后呢 怎么样才利用 增益级的这个功能来求解呢 首先我们要点的是资料的这个地方 这边点了资料之后 叫出了增益级 在最右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规划求解的一个功能 点下去 点下去以后 我们看到了设定目标是 这个E2 就代表的是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然后 这个是什么呢 最大值 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内建了 这是我们要算的是最大值 然后 变更变数的储存格是谁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变更变数的数字 那我们要 现在要 利用这个XYZ的变化 然后来寻找它的 这个是限制式 能够限制在这个里面 求出它的最大值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填的是什么呢 是value V-A-L-U-E 然后再往下看 限制式 各位同学知道 限制式是哪一些呢 是 这三个限制式 这三个的 当然不是这个 我们的话呢 第一个限制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限制式是 2X加4Y加Z 小于等于8 这是要8 对不对 8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新增 新增的话呢 储存格的参照的话呢 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我希望它要改 小于等于几呢 小于等于 那这个地方有 好几种 那我们当然要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几呢 题目是要求的是8 我们就是8 然后再新增 新增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点 这个是X加2Y加2Z X加2Y加2Z 我们要求它是小于等于10 我们这边就填10 再新增 第三个 第三个是这个位置 这个是X2X加Y要小于等于6 我们点下去 这个值要小于等于几呢 我们点下去 是6 好 我们确定 我们的话呢 确定了 确定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有没有问题 设定的位置 目标的是在这边 我们借由这个的 XValue的转换 来去算 那这是 最小于等于8 这个小于等于10 这小于等于6 然后求解的方法 我们用单纯的 这是LP 就指的是linear programming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了 那我们就用单纯的方法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做最后的一个动作 就叫做求解 我们要求它帮我们解 一求完了以后 各位同学看一下它的结果 好 我们确定 17是代表是我们什么呢 是我们的最大值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大值呢 当X是3 Y是0 Z是2的时候出现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限制是 2X加上4Y加上Z的话呢 小于等于8 和对不对 X加2Y加2Z 我们这个地方题目里面是等于7 可不可以呢 可以 因为题目小于等于10 它要求小于等于10 但是我们是出现在7的位置 再过来 第三个限制是 2X加5Y 我们是刚好等于6 那题目是要求小于等于6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题目我们用的是一个Excel的方式 就把它处理完成了 这个单元是管理数学中线性规划 使用Excel来解题一个单元 我们这个单元的话 主要是一个实作的一个部分 是刚开始的时候 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是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线性规划的软体 那对于线性规划的一些问题的话呢 稍微复杂的题目 我们可以使用 用软体的方式来求解 有的时候会比较快 而且比较简单 那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要教各位同学的话呢 运用Excel 因为我们线性规划专业软体 Lingo 并不是每一位同学的话呢 都可能可以取得 所以我们在Excel的部分 也可以做得到 那我们用Excel来教同学 怎么样去解除复杂的 线性规划的问题 那么在态度的部分 同学的话呢 要是学会了这个Excel的 线性规划的使用软体的方式的话 我们也希望同学 面对的这个线性规划的问题的话呢 不要完全依赖软体 因为软体算出来的过程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最好还是能够 拥有我们的手算的能力 搭配Excel 它的解答 然后我们来印证 那是最好的